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蓝花草》让刚出道的刘文正一举获得了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 她的服装穿搭 舞台风格 她帅气的颜值修长的身材和那迷人的大桃花眼 偶尔邪媚的一笑让她成为了唯一 无法模仿 她就像是一道闪电一个惊雷炸裂了娱乐圈 影视唱歌主持样样精通 多稀全能 出道十年 她选择在最火的时候退出娱乐圈 这其中的原因让外界有着无限的联想 是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呢 是她和费翔之间迷一样的感情 刘文正是1952年出生 爸爸是飞行员 家庭条件优越 又是家里的老妖 受宠的她呢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她喜欢唱歌 在高中时和同学一起 组建了五人组 正五合唱队 她是主唱 颜值 爆表 身材棒 唱得好 让姑娘们很是着迷 她骄傲着她的青春 他们的演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 都会引起轰动效果 这也让刘文正有机会结识 盛心语中的笑话 张爱佳 财貌双全的张爱佳有很多人追求 她都看不上 偏偏看上了刘文正 她约刘文正出去玩 对她来说呢 这可是人生的第一次约会 她就像一个愣小子一样 张口结舌 她虽然对张爱佳的美貌心动 却没有追求张爱佳 她觉得她美得不与人安全感 面对张爱佳的倒追 刘文正没有接受 这倒是给了罗大佑一个追求的机会 这事情呢 让罗大佑心里很酸 找了个机会他隐晦的酸了刘文正一把 罗大佑在《闪亮的日子》CD封面上 刘文正唱的歌曲下边写道 那几首歌曾经被那个演技精湛 假装真诚 有着会说话的大眼睛 但是心灵污秽的人欺骗过沾染过 我小心的 耐心的擦拭他们 人在情感上是自私的 得知自己爱的人 曾倒追了比自己优秀的人 还没成功 这种羡慕嫉妒恨的感情呢 找个机会就要发泄一下 刘文正对于这些很不在乎 她是一个很大度的人 对朋友讲义起重勤奋 当初罗大佑通过正午合唱团的成员 结识了刘文正 那时的罗大佑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词曲作家 刘文正和张爱佳正在拍电影《闪亮的日子》 罗大佑就写了几首歌送给刘文正 当时罗大佑把歌曲交了后 内心战战兢兢三个月 事实上制片方并不看好这些歌曲 不想用 但是刘文正心好 朋友第一 非要坚持唱 人红有气场 制片方不得不同意 歌唱红了 罗大佑出了名 也认识了张爱佳 得不到刘文正回应的张爱佳 投入了罗大佑的怀抱 娱乐圈想成名制造绯闻是很多人用的方法 可以很快提高知名度 刘文正对于这一事呢 不屑一顾 她总是把自己隐藏的很好 不给那些网上铺的女演员机会 就如她消失这三十年一样 没有人知道她的详情 当年和她拍对手戏的美女们超级多 现在说来啊 都是大咖级别的女神 林青霞 林凤娇 甜妞 吕秀玲等等 都和刘文正合作过 她最喜欢和甜妞拍对手戏 搭戏的女性很多 只有和甜妞在一起不别扭 甜妞对她的感情也是真好 但她却对她不来电 只是把她当作妹妹一样看待 多年后甜妞曾在节目中说 当年我真的有爱上过刘文正 因为她实在很帅 我曾经试图用眼神放电给她 表达想交往的意思 可是刘文正都假装收不到 刘文正的感情生活 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扑朔迷离 没有人知道她的情归何处 她把自己藏得很深 身边美女如云 她却一个也看不上 这确实让人觉得她和别人不一样 她曾经公布过自己的择偶条件 我希望我的她具有优良的传统 要乐观 有音乐细胞 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我的职业 能够满足这样条件的人恐怕不多 让她现在依然没有找到 刘文正在自己的书中说 她大男子主义 不想找个事实需要她来操心的妻子 她需要被照料 这样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又是名人 需要生活在聚光灯下 没有个人生活空间 让她觉得做名人太苦 没有自由 这是她选择离开娱乐圈的原因之一 张阿佳在采访中 回应当年刘文正 张国荣 杨凡三人在她家打麻将一事 她失望地说道 他们三个人对我都没意思 这句话呢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帅哥看不上美女 确实有点奇怪 更何况张国荣呢 感情取向 大家都是明白的 不难让人联想到 同在牌桌上的刘文正 莫非和哥哥一样 这给她和费祥的那段迷之感情 描上了浓重的异笔 刘文正和费祥两个人之间的相识 也没有离开张爱家 这个美貌财情有背景的人 张爱家是费祥的伯乐 她在监制十一个人女人时 启用了高大帅气的 会学小鲜兽费祥 当时费祥最崇拜的人 就是刘文正 借助张爱家费祥 终于见到了偶像的真容 刘文正对朋友那绝对是够意思的 对朋友介绍的新人 很上心的支持 这使得刘文正不只是演员 私下里呢 她在运营自己的经纪公司 她直接签了费祥 这让费祥火了一段时间 一张PS照片引起了不小的猜疑 那时的娱乐圈不流行费祥这种混血范 小火了之后呢 就没有动静了 于是刘文正帮人帮到底 利用自己的人脉周龙章 帮费祥去美国拓展市场 费祥来到美国后通过周龙章 又结识了内地画家陈丹青 为他去内地发展找到了机会 费祥上了春晚 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彻底火了 而这首歌正是刘文正主演同名电影里的歌曲 刘文正对费祥不仅提供人脉 还提供歌曲资源 他是费祥成功的贵人 陈丹青曾经说过一段 关于刘文正和费祥之间关系的话 说的模糊 在别人听来好像有着别样的意味 无形中给他们两人的感情来了一个实锤 但是对于这段话呢 应该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罢了 费祥对这段话很生气 公开做了表态 第一 刘文正是我进入歌坛时的前辈 也是我非常尊重和欣赏的义生 第二 我和刘文正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们一直有联系 他退出是因为对歌坛厌倦了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跟别人没有关系 至于两个人的感情关系到底如何呢 只有他们最为清楚 但是周龙章在微博上的一番话 却给这件事情盖了一个章 周龙章刚开微博 写了一则关于王力宏和李云迪的小道消息 下面直接捎带上了刘文正和费祥 周龙章 所以呢真不必大惊小怪 这年头谁跟谁愿意在一起都应该 当年文正和费祥在我家住 也得到了费妈的祝福 多不容易啊 如今费祥依然活跃在娱乐圈 而刘文正的自从退圈后再未踏足 如同神秘消失了一样 刘文正和曾经那些老友也都再无任何联系 周龙章说过 可惜我俩的缘分因为一篇无心的文章而断 连个解释的机会也没有 大头我想你啊 这应该是刘文正不和老朋友联系的原因吧 只有费祥会提及刘文正的近况 也仅仅是说 他的身材还是保持的很好 激流涌退 刘文正留给粉丝的是永远青春的身影 不给别人把自己拍在海滩上的机会 刘文正是一个让人震撼的人物 潇洒的转身 留下一个谜 他带走了所有的疑惑 不需要解释 不替自己辩护 不打乱这个社会的正常 他的退圈连招呼也没打过 没有现在的官宣 说走就走 留下的却是让人永远忘怀的 他的为人 他的做事都让后辈们依然赞赏 刘文正曾经组建了飞鹰唱片公司 力推新人 以能进 求海正 方文林 乌启贤 霍正奇 李一文 都是他带出来的星星 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 以能静 他这些年一直活跃在娱乐圈 当初刘文正在一家照相馆 看到了一张以能静的照片 找到他 将他从日本带回 在飞鹰培养他 一手把他打造成偶像公主 捧红了他 一红就红了 这许多年 刘文正奇下的一人单飞后 他所有的歌曲 他们享用 都不收板税 对